科技产业被美国层层围堵 习近平未求自救 杨连2025年前砸台币42兆 要把半导体及AI推上世界高峰 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却好像不这么想 任老师去年就说砸钱不行的 但习近平面对外交困境 以及中国制造2025兑现 除了砸钱 恐怕暂时别无他法 称不上神预言 但任正非这段访问 可被认为是从过去吐槽 未来的习主席 我觉得中美目的根本问题 还是科技教育水平 国家一定要开发才有未来 但是开发一定自己要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的最终是要有文化素质 还谈不上强身健身健体 就先被武汉肺炎弄得体质孱弱 这样习近平不得不在砸钱之前 先暗示回归共产老路计划经济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 十四五规划编制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济于民统一起来 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 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 顺应人民意愿 手头拮据之时 砸钱开展科技实力 另一手却透过官媒 要大家勒紧裤带 轻重还击 眼下看来已然乱套 三菱新闻动物报道